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名字注定要被铭记,他们或因文治武功,或因情深义重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而爱心觉罗,黄太极,无疑是这样一个名字,作为大清帝国的开国之君,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黄太极,这位来自草原的英雄,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短短的时间里,将一个小小的后金政权,逐步打造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征服之路,从朝鲜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明朝的边境。 在与明朝的战争中,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打得明朝军队节节败退,在无一战之力,然而,黄太极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通过选举登上了汉位,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手段,最终成功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后金政权逐渐进化,成为了大清帝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就此拉开序幕。 那么,黄太极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后金又是怎样一步步进化为大清帝国的呢?本期文章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传奇皇帝的一生。 探寻他背后的故事和历史真相,黄太极出生于1592年,身为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他自幼便沐浴在父亲的宠爱之中,他天资聪颖,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在父亲和兄长们忙于四处征战,扩张领土的时候,年仅七岁的黄太极 便开始承担起主持家政的重任,他干得井井有条,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使得家族内外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命运的阴霾在不久后笼罩了这个年幼的孩子,黄太极的母亲离世后,他跟随父兄开始迅速成长。 逐渐蜕变成一个能文能武的英雄少年,他不仅在文学和武艺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当时,努尔哈赤与原非同家世,生有长子楚英和次子戴善,按照汉人的制度,努尔哈赤曾有意立楚英为继承人,但是,楚英性格狭隘,心胸狭窄,使得努尔哈赤对他是否适合继承大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果不其然,楚英与四个弟弟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企图强迫弟弟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他的阴谋并未得逞。 黄太极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楚英的野心,并果断地向努尔哈赤告发了他的罪行。 1613年,努尔哈赤将楚英幽禁,两年后将其处死,为后金的稳定除去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在楚英事件之后,努尔哈赤深刻认识到确立一个合适的继承人的重要性,他决定建立八旗制度,以加强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性。 同时,他任命黄太极为正白旗的掌管者,这无疑是对黄太极才能和地位的肯定,黄太极不负众望,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精湛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士兵们的敬仰和信任。 此后,黄太极在努尔哈赤的悉心培养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后金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楚英英年早逝后,戴善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继承人。 他手握重拳,掌管着正红旗与香红旗,风头无两,历史总是充满了变数。 戴善与后妈乌拉纳拉氏之间的关系被努尔哈赤的小妾揭露。 这场宫廷丑闻让戴善的名声受损,也让他失去了继承人的地位。 失意的戴善转而支持与自己关系亲密的黄太极,这种支持并非无地放矢,而是基于对黄太极才能和威望的认可。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他自称富裕列国英明皇帝,开始了对中原的觊觎。 在这一时期,戴善、阿米、芒古尔泰与黄太极被封为四大贝勒,共同辅佐努尔哈赤。 黄太极虽然年龄最小,但因其卓越的才能和战功,被尊称为四贝勒。 随着时间的推移,努尔哈赤又陆续将戒尔哈朗。 多尔滚、多朵、月托等人封为贝勒,这些贝勒们在后金政权中地位崇高,拥有极大的权力。 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努尔哈赤还规定军国大事都要由八大贝勒共同商议,这就是著名的八王义政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加强了贝勒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也为后金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未知和变数,1626年,努尔哈赤突然去世,后金政权面临着生死拐点,在这个关键时刻,月托站了出来,他劝说父亲戴善雍利斯贝勒、皇太极为新任大汉。 戴善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欣然同意了月托的提议,在戴善的支持下,朱贝勒一致推举35岁的皇太极为新任大汉,皇太极的继位不仅标志着后金政权权力的平稳过渡,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在皇太极的领导下,后金政权逐渐走向强盛和统一,最终奠定了清朝的基业,是后金政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皇太极虽然已登上了汉位,但他的统治之路并非坦途,权力的分配在女真族内部始终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 兄弟间的权力共享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大汉也不能独揽大权,每当上朝的时刻,皇太极与他的三大贝勒兄弟并肩而坐,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贺,这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女真族权力结构的生动体现。 此外,女真族的军事组织,八旗,也是各自为政,互不同属,皇太极虽贵为大汉,但有时候竟然也难以统一指挥这八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皇太极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后金,这个新兴的女真族国家,四周环绕着强大的敌人,明朝,蒙古,朝鲜。 这三个强大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再对后金虎视眈眈,为了应对这些外部威胁,皇太极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巧妙的策略。 他首先假意与明朝议和,让明朝放松了对后金的警惕,然后,他趁机出兵朝鲜,朝鲜的军队在后金的铁骑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很快就被迫与后金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尽管朝鲜仍然是明朝的藩属国,但每年都必须向后金支付沉重的碎壁。 暂时打服了朝鲜之后,皇太极的雄心并未得到满足,他将目光转向了明朝的重要边防重镇,锦州。 一年前,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曾在这里被明朝的名将员重唤打败,含恨而终,现在,皇太极决心为父亲复仇,一血前耻,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皇太极围攻锦州, 企图引诱袁重唤前来野战,利用女真族的骑射优势在旷野中歼灭明军。 然而,袁重唤却看穿了皇太极的计谋,他并没有急于救援锦州,而是固守宁远城,同时派遣祖大寿等人率领精兵前去救援锦州。 皇太极见锦州久攻不下,又得知宁远城坚不可摧,明军援兵已至的消息后,决定改变策略,他率领大军转而包围宁远城, 企图一举拿下这个明朝在东北的重要据点,但是在明军的炮火和箭矢之下,后金军队死伤惨重, 皇太极无奈之下只好撤回沈阳,开始着手解决后金的内部问题。 皇太极为了加强自身的君主专制,汲取了中原的制度,他深知要想稳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削弱那些权臣的实力。 因此,他重用了一批汉臣,将他们的智慧引入宫廷,为自己出谋划策。 同时,他还下令翻译汉文典籍,以学习中原的文化和制度,通过仿照中原的官制。 皇太极在后金设立了各种官署,使得政府的运作更加有序,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 他还特别设立了负责八旗事务的官员,从而削弱了朱贝勒的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二贝勒·阿米因权力斗争失败被幽禁,三贝勒·芒古尔泰也被削除了大贝勒的名号。 至此,原本威震四方的四大贝勒只剩下戴善和皇太极两人,戴善深知皇太极的野心和手段,因此他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平起平坐。 将权力拱手向让,这使得皇太极成为了后金名副其实的大汉,为确立君主专制政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扩大领土和增强实力,皇太极多次发兵讨伐漠南蒙古,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金成功消灭了蒙古大汉直属的查哈尔部。 林丹汉在逃亡途中病死,蒙古诸部纷纷投降,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使后金的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还让皇太极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象征着他对蒙古的统治权。 与此同时,明朝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自从元重患死后,明朝再无梁将能守卫辽东、孔友德、耿仲明、尚科习等将领相继向皇太极投降,这使得后金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1636年,皇太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接受了满蒙汉三族大臣的劝劲,正式称帝。 他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以此宣告一个新的王朝的诞生,为了笼络那些投降过来的将领,皇太极还将孔友德、耿仲明、尚科习等人都封了王。 这些举措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称帝后的皇太极并没有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他多次派遣清军进入明朝边境进行劫掠,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一度清军跑到了昌平,也就是明朝皇陵的所在地。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明朝的极大挑衅和侮辱,但也显示了皇太极的雄心和决心,他不仅要成为后金的大汉,还要成为整个中原的统治者。 清军每次劫掠之后,明朝政府总是急忙调集四面八方的兵马前来救援,希望能够挽回一些损失。 但是,清军却如同狡猾的狐狸,总是在明朝军队赶到之前掉头南下,继续在其他州线进行劫掠,留下一片片狼藉的景象,然后扬长而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这位雄才大略的清朝皇帝开始了他的征服之路,他不仅将目光投向了明朝,还将朝鲜纳入了自己的征服计划之中。 次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第二次亲征朝鲜,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朝鲜不得不屈服,正式成为大清的藩属国。 1640年,清军再次准备进攻明朝的重要防线,宁远。 锦州,皇太极深知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他先在益州屯田,积蓄力量,然后分批围困锦州,采取了持久战的策略。 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足足打了两年,期间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皇太极的身体却在这场战役中每况愈下,尽管如此。 他仍然坚持亲临前线决战,1642年,明军在嵩山大败,阵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五万余人,锦州、塔山、嵩山等重要据点相继被清军攻破,自此之后,明军再无一战之力。 清朝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令人遗憾的是,皇太极并没能亲眼看到大清统一天下的那一刻,1643年,这位伟大的皇帝在年仅52岁的时候离世了,他的离世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功绩和贡献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封碑上,皇太极被追封为太宗皇帝。 在皇太极的领导下,清朝逐渐从一个边疆小国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的智慧和权谋使得清朝能够在与明朝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并最终实现了对明朝的取代,尽管他在世时并没能看到清朝统一天下的壮丽景象,但他的奠基之功却是不可磨灭的,皇太极的离世并没有阻止清朝统一的步伐,相反,在他的基础上,清朝继续发展壮大, 最终实现了统一,历史的舞台上总有那么几个人物,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却又截然不同,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两个男人拿到了相似的剧本,一个成就了一个王朝,另一个却成为了那个王朝的臣子。 他们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和南明时期的大西军阀孙可望,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机遇与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偿,1657年的冬天,长沙城外一片肃沙,一支仅有500人的残兵正在向城门走去,领头的正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西军阀孙可望。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南明朝廷的重臣,云贵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而现在,他却选择了投降清朝,当他踏入城门的那一刻,是否想到自己曾经的辉煌,是否想到自己曾经的野心? 是否想到,在遥远的北方,曾经有一个和他境遇相似的男人,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后金,黄太极面临着和孙可望几乎一模一样的困境,兄弟间的权力斗争,内部的不稳定,以及外部的威胁。 但黄太极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手腕,不仅稳住了局面,还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他纠正了父亲晚年的滥杀政策,稳定了人心,他向蒙古扩张,扩大了势力范围,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政管理体系。 威日后的大业奠定了基础,孙可望似乎也在走着相似的道路,张献忠阵亡后,他和李定国、刘文秀、艾能齐组成了四将军体制,暂时稳住了局面,他纠正了张献忠的滥杀策略,南下云南打着共服名士,恢复江山的旗号招揽人心。 在云南,他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发展盐业,整治贪腐,短短三年,云南就成为了一片附属之地,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孙可望以为自己即将成为下一个皇太极的时候,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李定国的不服从,永立朝廷的猜忌,以及自身军事才能的不足,让孙可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既无法像皇太极那样完全掌控局面,又无法甘心做一个附庸。 最终,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下,孙可望选择了投降清朝,这个选择让孙可望成为了历史的争议人物,有人说他不忠不义。 有人说他实实物,但历史的评判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应该看到孙可望的选择,虽然了他的反清事业,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他的投降,让清朝能够更快地平定西南,了长期的战乱,为百姓带来了和平,历史给了孙可望和皇太极相似的剧本,但他们却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差异,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为民族的未来做出选择,有的选择造就了帝王,有的选择成就了英雄,有的选择则被历史遗忘,但无论如何,这些选择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基础。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怀着敬畏之心,我们应该感恩那些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人,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因为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繁荣,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总是在重复中前进。 又在创新中发展,孙渴望和黄太极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无常,他告诉我们,机遇和挑战并存,成功和失败只在一面之间,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勇于担当,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